官員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 主席 我們請石主委 我們請石主委 主委請教一下 到底我們NCC的定位是什麼 NCC難道你只剩下說 你只在電視上周星馳的重播率有多少呢 還是說 哎呀 那個春節特別節目 都是又是經典的老電影大放送呢 還是線上要去看大陸的春年呢 那剛剛在講說 哎呀 石雞那個歸宿吃不飽 那NCC到底有沒有什麼失者 我們要講說 第一個 你現在你們極力在推那個所謂的那個數位匯流 那數位匯流當然這是一個趨勢 可是那個台灣數位匯流發展協會 它在今年2月12號公佈 2014年下半年的一個數位匯流的大調查裡面 它發現說台灣有8成5的民眾沒有聽過數位匯流 所以什麼叫數位匯流 不知道啊 那包括你數位匯流 你說下半年 你今年所知道沒有跟以前都不知道 那到底我們的NCC 你有沒有去推廣這個 你有沒有去做說一個所謂的簡單的懶人包 來跟大家說明什麼叫做數位匯流呢 有沒有做 懶人包確實沒有 不過感謝委員的提醒 因為現在差不多只有5%的民眾可以很清楚講出數位匯流定義是什麼 大家不知道啊 搞不清楚啊 所以你們是不是應該是說去做一個整個的一個說明 讓大家了解說到底你數位匯流 你的它的好處在哪裡 是不是民眾可以得到什麼樣的好處 對不對 那也看看是不是說鼓勵一些電視業者 他們趕快去積極的去做那個 或者搞不清楚啊 我先說的確實重點啊 民眾不需要了解專有名詞跟技術規格 民眾要知道的是他將來生活裡頭增加什麼東西 他生活的環境會怎麼樣改變 對啊 而且是說他怎麼樣從這個數位匯流 他可以得到什麼樣的一個好處 他觀看了品質 他觀看了一些內容或一些什麼東西 他可以得到什麼好處嘛 他知道你NCC在做什麼嘛 不然大家都不知道啊 真的85%人不知道說我們NCC一直在推這個數位匯流 大家都不知道啊 真的 我們在場你問問啊 你說除了你們NCC委員的話 你問問大家數位匯流是什麼 不知道 或許那個調查機構應該考慮問民眾說 你知不知道有線電視的線也可以上網 而不是問他說你們家有線電視數位化了沒有 沒有啦 所以你要去做一些說明嘛 因為我一直從你們的那個網站啊 從你們的所公開的資訊的資料我都看不到耶 是 我們會加強的 那個中央電視台他每一年要錄製的一個很大型的節目 號稱是全世界觀看人口 觀看了那個人口最多的 而且還是那個全世界最大型的那個綜合節目 那可是我明明知道喔 你中央電視台的節目 根本還沒有獲准你們說在我們台灣的那個電視 或在台灣可以在這邊播的一個落地的喜可 可是為什麼你在台灣很多的網友 你都可以同步收看了嗎 那我們都知道嘛 你只要去 你只要有一個叫OTTV的機上盒 那你接上你的有線跟無線連上你的網際網路 再接上你的電視機 你馬上就可以免費 幾乎可以同步看到全世界很多電視頻道的一些節目嘛 那請問你 假如有這樣的一部的一個機上盒 聽說那個售價差不多兩千塊啦 兩千塊就有了啦 那你假如有這樣的一個東西的話 那將來誰還會互惠去訂購那個有線電視嘛 所以你現在我們NCC你如何的去規範這個 你現在話沒有啊 什麼都沒有啊 那你到底你NCC你在幹什麼 跟文報有幾件事情 第一個呢 就我所知大部分的OTD的機上盒 並不需要用攝平器材 所以那器材本身是不管制的 那第二個呢 台灣就我所知呢 應該在很多的資訊 影音內容 是在世界上少數的自由國家之一 所以我們在這一方面呢 並不會特別就特定的內容去介入 現在是說這些節目 我覺得這個我們都已經有點落後了 當然你NCC 你們這邊 我覺得我們主管機關的 相關的一些法令跟相關的一些規範 都已經趕不上這個社會的需求了嘛 比如說好 當然你今天你說對於節目的那些內容或節目的那個 你很多的國外節目你要有 你就規定你要說我要有落地的即可 你要有那個即可證你才可以播 那你要他可以播 可是你透過 你只要有買上 買了他的那個 OTT TV的機上盒 他根本都不要你許可啊 人家就可以播了嘛 那有線電視台的他們一些節目要播也許要你的許可 那這些都不要 那你會造成什麼樣的一個現象 那會不會造成一個說 那我們管我國內的 國外的根本你都沒辦法去管制 那這樣的話 你怎麼去處理 處理這樣一個亂象 那是什麼樣的東西 什麼樣的節目都可以進到 透過這樣的一個激喪盒 就可以在台灣的任何 每個家庭都可以看得到呢 各位文保安 OTD這一系列的法律爭議 其實很早就有了 在有線電視以前就有人 發明了一種可以在遠端 傳這個資料 透過網際網路傳 那曾經在美國有人要打 這個著作權的官司呢 最後並沒有把這樣子一個科技 給靜下來 所以科技本身在 不是啊 我現在了解說 你們有沒有什麼因應的荒案 你有什麼因應的對話 你這樣被造成兩個 一個很不公平 因為你現在你管不著它 可是對於我們很多 一些有線電視台 它要播什麼東西的話 要你們的許可 要你們那個 那其他的不需要 那這樣的話 是造成一個很不公平的競爭 而且你們一定要有一個方法 怎麼樣去管理這個 各位報告 這個同樣的議題 其實面所有的管制者 都面對一樣問題 我三月初到巴塞隆 參加世界行動通信論壇的時候 所有管制者都面臨一模一樣問題 所有電信業者跟有線電視業者都說 管我們不管他們 這不公平吧 但是所有的管制者回答 幾乎都很類似 根據法規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所謂的真正的公平呢 其實在有線電視系統 不是啦不是說根據法規就這樣 你應該是想說在現就有的法規裡面 你是不是應該可以做一些限制嘛 或是說你要做一些什麼樣的管理啊 或者我就跟你講嘛 那到底你NCC你在管什麼 你剛剛講NCC聽我什麼 難道只有說盯著那個 哎呀什麼周星馳的重播力有多少啊 還說哎呀他那個春節貼 那個特別節目什麼又是經典的老電影啊 還是說什麼線上啊 你要看大陸的春晚 你就說你 你不是只有去管理這些 你的那個思考邏輯還有什麼 你要跟得上這個時代啊 人家在那你要 你要怎麼樣的去保護 原來的一些所謂就是說熟滑者 那還有這些 好像所謂的揮滑者 你沒有辦法去處理它 那這樣不是造成一個 市場上一個很不公平的競爭嗎 我跟所說有兩條軸線是很重要的 即使沒有專法管所謂的OTT這些 機商這些over the top的服務 但至少呢第一個呢 他必須要符音所有的著作權 跟相關智慧財產權的規範 那第二個呢 就是剛才委員說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還在管制的產業 其實要健全他的產業環境 我不再用這個舊式的管制模式 讓他不能發展 所以這應該兩路並進 即使呢 不特別針對OTT去定這個科技的管制 但至少要讓其他被管制產業的環境 要更加健全 讓他可以下一步去 假如說說那些 你現在無法可管的話 反而大部分都是最信有的 你應該怎麼樣的讓他 讓他能夠稍微說說 在同樣的競爭之下 稍微鬆綁嘛 這個一定要 你要讓人家有個很公平的競爭的環境 否則的話反正變成怎樣 守法的人 他等於說他的經營的環境是很困難的 那那些不守法的 他就可以大肆的在台灣這樣播放 那什麼都可以 那這樣的話其實造成一個非常非常不公平 所以我是記得說真的你應該好好的對於這樣的一個 一個現在的一個時代的在進步 科技的發展進步的話 你們很多的一些管理的一些模式 你真的那個思考邏輯都應該要改變 確實 我們要讓這個已經被 現在還被持續管制的產業 要有一個彈性發展的空間 而且要穩定成長的一個經營的環境 好 再請教一下 剛剛提到那個四肌 其實你們那個 你恩信息的花言人 那個你們那個盧孝成 他說三肌跟四肌的費力差不多 所以鼓勵民眾趕快去享受 四肌的那個標榜的那種速度 那四肌轉成 或者說常常轉成三肌 因為主要是它的基地台的建設根本不夠 那很多其實它速度根本沒有那麼快 有時候什麼四肌馬上又跳到三肌 其實現在韓國已經用到五肌了 那我是今天說 我是建你們不要是說 你是替業者 好像你是在替業者打廣告 打那個好 大家都就去用四肌 鼓勵大家用四肌 可是四肌難道有這麼快嗎 目前台灣到時候四肌是歸宿嘛 那它的吃到飽又要被取消 到了 所以像四肌大多一家說 哎呀 吃到飽要退場要退場 那你消費者的權力在哪裡 它的速度沒有辦法變得比較快 而且它的整個環境沒有弄得很好 你把四肌吃到飽那都取消掉了 現在目前有哪幾家已經有跟你們講說 他四肌吃到飽要取消掉 我們沒有收到任何這一方面的資費的承報 我們還沒看到 那將來他們四肌吃到飽要取消 是不是要經過你們同意 他們會承報新的資費方案給我們 對 就是承報新的資費方案 跟你們申報報備而已 你們沒有辦法去 因為目前四肌還是一個高度競爭市場 還沒有市場主導者的出現 不過你們還是有一些 應該是給他們一些建議 或給他們一些業縮嘛 否則你看看他不建設 不那個 你們還在幫他宣傳 還在幫四肌宣傳 我想公佈資訊 讓他資訊透明化 消費者可以了解他用到什麼服務是比較重要的 宣傳應該在現在這個資訊這麼流通的時代裡頭也很難 那再請教最後一個問題 市場上有傳聞說年代集團那個鏈台生 他把伊甸市賣掉 那兩組買家都弧線 一個是好像他們講說 是不是當初伊傳媒的創辦人黎智英 要聯合中信孤家來買這個伊甸市 甚至於是說台塑的那個王家 我就覺得是這樣 當然現在的整個的一個電視台 電視台的話 那個假如說出售的話 是不是有一些媒體壟斷 當然我們現在 還有我們的廣電商法 還有那個什麼媒體壟斷 那個法都還沒有通過 我是建議你真的要加把勁啊 這個不要再讓整個 整個旺旺的事件又重新出來 我們初不了解這個只是市場傳聞 並沒有這樣的事實 但委員所關切的方向我們會注意 謝謝羅淑蕾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 再寫一下